跟你們探望一下 然後順便送你們一點點小東西 花蓮縣警局新陳分局長及嘉明派出所所長 帶著滿滿祝福來探望好久不見的同事 林先生因為身體健康因素而退休 大家不忘這份情意付出家人般的關心 警察弟兄們永遠都不會把你們忘記 那也希望借這個機會 然後多多跟同事來交流 希望他們有事也可以來找我們 地方上有什麼治安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來跟我們反映 來到另一位退休員近林先生的家中 和老朋友話家常 他感受到大家的熱情及溫暖 平日檳榔不離口的他決定要改變 每年都有固定時間帶回來 那所以他們也很高興要回來當志工 那我們很期望就是說在當志工的時候 可以把那個檳榔給戒掉 那他們也同意 而且他的兒子也很認同 提前慶祝警察節 謝謝曾經一起打拚的弟兄 送上祝福 護到一聲 您幸福了 帶來新聞 鄭下門志工 范呂昭 花蓮報導 啊,我們ひ寶可金 希望我們拍攝 輪到 葳天海的石灑道